据连接珠海10月9日消息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民盟珠海市委会副主委李陶燕涉嫌严重违法 目前正接受珠海市监委监察调查 李陶燕 女 汉族 1970年3月出生 贵州安顺人 1991年8月参加工作 1999年9月加入民盟珠海市委会 大学学历 理学学士 公开资料显示 李陶燕曾于2017年 担任珠海市金湾区副区长 在任期间负责招商引资 卫生健康 残疾人事业等领域工作 2021年 李陶燕担任恒秦新区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珠海恒秦新区片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局长 恒秦与澳深度合作区挂牌成立后 李陶燕担任恒秦与澳深度合作区 商事服务局正处置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 2021年9月 恒秦与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正式接台 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 执行委员会下设9个局 其中包括商事服务局 今年4月29日 珠海市实届人大常委会 第24次会议经表决 决定任命李陶燕为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9月3日 李陶燕出席了2024年珠海市 质量月活动 根据广东省委统一部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